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一下感情 紋身容易 但洗走紋身 就很難 不少情侶 大家愛到很熱烈 很興奮的時候 都會去紋身 紋上愛的印記 但一旦感情結束之後 情侶紋身 就會在身上 難以磨滅 最近一個女生 在網上 寫文 表示 男朋友身上 仍然有前女名的紋身 於是 這個女生面露不悅 不開心 就問他男朋友 為什麼你不用其他圖案 他男朋友的回答 令到他更加憤怒 但不少的網民都說 這位的樓主 就是太冷小氣了 就說 反過來想 他肯跟你說 真的覺得沒事 這一名的女網民 就在香港討論區 就出了一個報告 標題是這樣寫的 男朋友身上還有前女朋友的名字的紋身 就出了一個報告 表示他男朋友身上有很多紋身 一直都沒有特別去了解當中的意思 直到最近仔細一看 就發現部分紋身的設計非常漂亮 好美 好奇向男朋友問起背後的含意 就說 見到女生的名字 真的聞得多漂亮 就問一下他的名字 這個呢 就想都不想 這個男朋友 想都不想 就說 是前女朋友的名字 於是 這個樓主 就生氣到含意 樓主形容 當時 其實他已經是欺負了臉 反問男朋友 為什麼不問些東西 弄走他 可能找些東西 遮負了前女的名字 但是他男朋友 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 前女朋友的名字 的紋身 多漂亮 沒有想著弄走他 於是 這個樓主 又再說 即使自己 是憤怒到質疑對方 有沒有考慮過他的感受 他男朋友就說 沒所謂 小小事而已 又不是些什麼 他男朋友都合理 其實真的很小事 你會不會太敏感 那 那 樓主 就覺得很難疑惑 並且 就是 求救 找其他網民去求救 看看那些網民怎麼說 有些網民 就跟他說 喂 你會不會是管得太多 就說 紋身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移除 就算要遮 都要遮得好看 就說 那麼容易整走紋身 就不是紋身 有些網民就建議 不如你叫他問你的名字 那就大家打和 這樣 有些網民跟我一樣 就這樣想 就說 不要那麼小器 屌你老母 很小事而已 幹什麼 但是呢 依然有部分網民 就覺得 其實把另一半的名字 聞上身 是很危險的 那 就說 問女朋友的名字 的確是挺笨 的 一分手 就拿自己來搞 有些人就認為 最痴線 就是問男女朋友的名字 就形容 這件事只會令到自己是惹麻煩 我覺得沒什麼的 那不聞都聞了 那可以怎樣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其實我覺得OK 合理的 聞女的名字 沒什麼特別 雖然我就不會聞 但是我見到別人聞 我也不會說 笑咎 其實隨便 其實跟你說得 就是跟那條女說 其實跟你說得 應該都沒什麼的 都過了 做人沒那麼煩 那不聞都聞了 屌女老母 人人都有過去的 你拿些舊帳出來說 有意思嗎 就是你做人胸襟 就要廣闊一點 不要小小東西 在那裡發瘋 發瘋 發瘋 不要那麼敏感 你那麼敏感 你自己又不開心 你男朋友又不開心 又破壞大家的關係 何必呢 有意思嗎 還有 還有呢 有時候做人的事 不是什麼賊都順利意的 不是什麼賊 這個世界 為賊著你轉的 不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你要放鬆一點 開開心心 不要小小東西 又好像在那裡查案 現在你兒子 又不是對你不住 又不是賊你老母 被你捉姦在床 不要經常沒東西吵 找東西來吵 這些真是好賊飯 我覺得 最後都是那句 所有的感情問題 我全臨部建議分手 你這麼臨不強 你分手 混混混混混混混 真的 那今集呢 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那就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